亲爱的侨胞们 朋友们 鬼卯兔年即将过去 假成龙年正在向我们走来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我仅代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向广大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 致以新春的祝福 2023年是接续奋斗 砥砺前行的一年 这一年 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中国经济整体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这一年 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运会 精彩绽放 体育成为各国民众 相知相交的桥梁 这一年 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硕果雷雷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深入人心 这一年 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确定的中国 为不确定的世界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回首过往 神州故土经历的每一个重大时刻 都离不开海外侨胞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 华夏大地迈出的每一次坚定步伐 都凝聚着海外侨胞的赤子情怀和家国梦想 在此 我要向所有侨胞朋友们 说声辛苦 道声感谢 谢谢大家 2023年 我们也面对面见了不少侨胞 习近平主席亲切会见第十届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 亲自到会 祝贺第十一次全国龟桥桥卷代表大会 充分体现了对广大海外侨胞和龟桥桥卷的 关怀和重视 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世界华文教育大会等相继重启 线下的近距离交流 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 2023年 广大侨胞朋友们 在世界各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大家的安危冷暖始终是我们最深切的牵挂 国务院侨办会同各社侨部门 密切与海外侨胞联系 暖侨 助侨工作更加深入 推动华侨权益保护立法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各项汇桥政策更加完善 支持海外侨胞发展华文教育 各类节庆和文化活动如火如荼 积极为大家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搭建平台优化环境 高质量发展成果 进一步汇集广大侨胞 侨胞们 朋友们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我们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 不断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落实好各项汇桥立侨举措 让广大海外侨胞和龟桥桥卷 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爱 无论海外游子 深处何方 走到哪里 祖籍国永远是你们的故土家园 心灵港湾 热烈欢迎侨胞朋友们 常回家看看 寻一抹乡愁 品一缕乡情 同时找到更多事业发展机遇 大家心手相连 河中共济 一起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 草木漫发 春山渴望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让我们心怀热忱 彼此惦念 种下梦想 共同迎接 共同祝福贾臣龙年 忠心祝愿海内外龙的传人 龙腾虎月 龙马精神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何家幸福 万事如意 龙年大吉 给大家拜年了